大家好,我是Rico,欢迎回来 在上节课中我们已经把这道 Dialogue Fragment的立题 基本要掌握的知识点都讲得差不多了 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小节 那么这一小节呢,我要去加一个需求 然后我们再学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我这个Dialogue出来了以后呢 我点了这个日期和这个时间选择以后 我能不能把这个数值 把它放到这个index activity的一个空间上呢 因为我们前面演示的时候 其实都是Dialogue的这个Torrester打印了一下 我能不能把这个值传到这个index activity的一个空间里面去 然后把它放进去呢 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来写一下这个功能 那OK,我们先把这个代码再优化一下 其实我们在前面写的时候 这儿生命那个Dialogue的这个引用变量 但是这儿后面没有给它复制 因为我这儿直接是return6的 其实所以这个呢,可以不要了 所以我把这个可以删掉 这个都可以删掉 删掉以后这儿都是return 直接都是return 因为你没有直接复嘛 然后最后你这个直接就返回空嘛 对吧 所以这个代码可能这样写更好一点 然后我们来搭一下这个界面 那么我现在要求是什么呢 当你选择了日期和时间以后 我希望你把它放到这个Activity上面的一个空间里面 比如说我用一个这个TextView来接这个值 那么这个应该怎么操作呢 那这个呢就会涉及到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就是Fragment和Activity之间的一个通信 也就是数据交换 那么我们今天先来学一点知识 后面我们还会深入的去写 好 那么我放一个这个TextView 准备把这个你选择的时间或者日期的值 把它放到这个空间上面去 所以这个地方我去写这个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给了一个ID ID我们自己来写一下 比如说叫TXT TXT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Result吧 就是你选择了最后的Result 然后呢 这个MarginTop 我们顶一下 顶一下RDP 好 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次加的一个功能就是 当你选择了以后 我把值放到这儿 那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怎么来获取到 Activity中的这个空间 因为你现在这个操作是在 这个Fragment里面的一个方法里面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前面学了以后 我们知道通过GateActivity 这个方法可以在一个Fragment里面 获得它所附着的这个Activity的引用 那么你接着再去点 然后就可以再去点到Activity里面的 FindViewById的方法 那么你刚刚又给这个ID命了一个名字 叫TXTDialogResult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你就可以去获得那个TextView TextView的这个空间 Result 所以你应该是去这么写 好 TextView 所以这个这个写法 这个写法是什么呢 在Fragment中获得它附着的Activity的 这个UI空间的写法 怎么去获得就这个GateActivity的点 FindViewById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方法 如果你在Activity里面是直接Activity的方法 来FindViewById的 现在你就先在Fragment里面就加一个这个 那OK你有了这个的话 那这个后面就好做了 Text.set Text 我们把这个值就放进去 这个值我就把它放进去 直接加在这儿了 所以我copy一下 好 就这个 对吧 那么下面那个也是一样 下面那个也是一样 好 然后呢 这个值呢 就应该是这个 这个 我们把这个值放进去 好 OK 这个代码就完成了 完成了 我们先 来运行一下 然后呢 我再来提出一个问题 好 我们的模拟器在这儿 好 稍等一下 好 这个日期 然后这个 选这个 10月5 好 这是OK的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现在3点 3点20分 然后我们写 这是OK的 所以这个小节呢 你至少学到了这个方法 需要的方法 但是 我现在要提出一个问题 那你学到这个方法以后 那我现在要问 那是不是以后 在fragment和activity之间去通信 去交换数据 就是使用这个方法去获得 这个activity里面的空间 然后把你这里面的值塞给它 这种是不是一个最佳的方式 是不是一种 fragment和activity 这个交换数据的方式 是不是只有这种 它是不是最好的 是不是以后我的代码 都应该这么去写 所以这个地方 留了一个疑问 一个疑问 叫什么意思呢 留了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fragment和activity 之间的通信 还有这个数据交换 交互 所以这个就引到了什么呢 引到了我们后面会讲的一个 一块知识 就是讲的在fragment里面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通信 就是包括你去访问UI空间 访问它的成员变量 还有就是说你的fragment里面的一个事件 你可能这个事件出发以后 它会影响到activity的一个UI空间 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fragment里面的空间的值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来认真的学习的 但至少今天你这个地方知道这么是可以实现的 只是说这个是不是只有这种方式 它是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是留给我们后面来解决的 那么今天就到这 我们再教兼这个 我们再教养 他教养这个姿 我们再教养这个 我再教养这个 我们再教养 有什么 大家介养的